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鱼头是一种很特别的食材 喜欢吃它的人就会很喜欢 而不喜欢的就算请它也不会吃 但如果只是拍声而不吃的话 今集和大家分享的姜葱焗鱼魂就应该适合你看 因为今集除了分享鱼头的煮法之外 我还会重点和大家讲一下 如何才能做到一个8%没有腥味的鱼头 看完之后 说不如由今天开始 你就会开始喜欢吃鱼头 其实要买一个漂亮的鱼头 根本是不存在什么知识的 看完眼睛够不够清 或者看看色水漂亮不漂亮这些复杂东西 其实通通都不需要理 我们去到街市选一个漂亮的鱼头 最简单的只需要选一些刚刚切出来 而它还是很充满的那些 就算你随便买一只 已经百分百是好东西 当然啦 在冰上面那些就最好不要买了 做姜葱焗鱼头的话 我就喜欢将鱼头斩成两件 如果将鱼头斩成四件的话 里面最值钱的鱼魂 就会很容易在煮的时候脱出来 那鱼头买回去就没意思了 而很多人对鱼头没什么好感的原因 就一定是嫌疑太腥了 那腥的原因 可能是洗和处理的时候做得不够彻底 那洗鱼头第一件事 我们就一定要将鱼头上面的血拆走 因为夹杂在鱼骨里面 和隐藏在洞洞洞洞洞里面的血丝 就是鱼头的腥味的主要来源 那初步将这些血丝拆走的话 基本上鱼头已经去走了很多腥味 而只是清血丝其实是不够的 因为鱼头另一个腥味的来源 就是这些在鱼头上面的散 而这些散用刷是拆不脱的 所以我们就要在鱼头上面 放适量的散粉上去 然后就可以利用这些散粉 去拆走所有的散粉出来 在拆散期间 刚才我们拆不走的血丝 同样都可以利用这个方法 彻底地完全把它清掉了 将所有的散拆走之后 我们就可以将所有的三分都充走 然后就将鱼头放在一边 先瘾一下 虽然这个鱼头基本上已经去掉了腥味 但如果做完一会的终极做法 就可以百分百保证鱼头不会腥了 在瓶水的时候 我们就准备大约10克的姜片 然后就将它倒入20%的绍酒里面 因为姜酒就不是周围有的 所以今次我就用这个简单的方法 去制制姜酒出来 接着我们就准备大约100克的葱 而这些葱今次我会分成三个部分去用 那些葱尖我就会留回来叶鱼用 而中间的部分和葱头 就留回一会煮的时候用 现在我们就先将葱尖 用把刀刨碎了 搞定了之后就留回一会用 而这边的鱼头都干水了 在叶鱼之前 同样我们都一定要把它彻底抹到干 那一会在叶鱼的时候就可以更加入味了 搞定了之后 我们就用刚才拍碎了的葱 在鱼头上面彻底抹匀 这个就是刚才我所说的终极做法 那做的目的除了可以辟清之外 在抹的时候 葱的味道同时间都会滲入鱼头里面 那就可以真真正正做一味姜葱送的蒸水出来 当鱼头抹到带一点青绿色的时候 就可以开始调味了 首先我们就放半茶匙的盐 再放多半茶匙的糖 跟手就放一点胡椒粉进去 而我就想鱼头可以做出来更加惹味 所以我就会放多半茶匙的蚝油进去 因为现在只是腌过底味 所以蚝油千万不要给太多 最后我就不想炸出来的鱼头白酸酸 所以我就会放4分1茶匙的老抽进去 搞定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刚刚做完的姜酒都倒进去 然后就可以把所有的叶料和鱼头彻底混合 在混合的期间 也可以再用葱去抹一抹鱼头 搞定之后 就可以把鱼头腌30分钟 做完整个步骤之后 你想吃到一个腥的鱼头都很难 在腌鱼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准备把鱼头走油了 所有姜葱送的灵魂 绝对不是蟹 又或者是今次的鱼头 而是这些姜葱 所以现在我们就先把姜落和 慢慢把它炸香 大家就要留意 拿去炸的姜可以切得厚一点 就可以让姜没那么容易焦 和可以炸得久一点 就可以做到更加香浓的姜油出来 说明是姜葱送的油里面 就一定要有葱味 当你看到姜开始炸到转白色的时候 就可以把三粒圆粒的干葱头都放进去 再和姜一起炸到出香味 而葱头炸的时间也不需要太久 所以葱头在这个时候 就可以和姜在同一时间炸到转金黄色 就可以了 当你看到姜开始炸到变了干身 同时间也看到姜炸到微微转金黄色 就可以把全部的材料拿上来 晾一晾油 凡是做姜葱的菜 如果事先炸香薑片和葱头 做出来的姜葱菜 就会和鸡吃到的味道很接近 搞定之后 这边的鱼头已经醃到入味 我们将所有的姜葱都拿出来之后 就可以在鱼头上放适量的生粉上去 做除了可以将鱼头炸脆之外 稍后鱼头也可以耐煮些 不会那么容易煮到散开 跟着我们就将多余的生粉炸走之后 就可以将鱼头落锅每边炸一分钟 在落了鱼头之后 我们就全程不要动它 让它慢慢定一定型 如果你不断转它的话 它就会散开 而落的时候内脏向下的原因 除了可以没那么弹油之外 另一个目的 是因为鱼皮就比较薄和易烂 所以在炸的期间 轻轻淋点滚油上去 它就没那么容易爆开 一分钟之后 我们就可以轻轻把鱼头翻一翻炸到另一边 大家看到了 加了少少老抽在鱼头上 炸出来的颜色就不会白白白白 买上就会好看很多 一分钟之后 我们就可以将鱼头拿上来 瓶一瓶油 在瓶油的时候 就可以调整汁了 首先我们就在碗里面 放4分1茶匙的盐 再放4分1茶匙的糖 跟着再放1茶匙的生抽 和1茶匙的蚝油 然后再放6分1茶匙的胡椒粉 今次我想汁做出来可以再浓尾一点 所以我就会加多1茶匙的鲍鱼汁进去 然后就可以放100毫升的鸡汤做个汁底出来 最后我就会放4分1茶匙的老抽进去 等汁做出来的颜色就可以再漂亮一点 拌匀之后我们就可以煮鱼头 首先我们就可以在锅里面 倒剩大约1汤匙的姜葱油 然后就可以将两反切片的蒜头 和所有的葱头落锅 用中火慢慢炒炒 当你闻到料头的香味之后 就可以将刚才炸干的姜和葱头 都落锅再和料头进一步炒炒 全部材料炒香之后 我们就可以将鱼头回煌 然后就可以将调好的调味料都倒进去 当汁煮沸之后 我们就可以放大约3汤匙的绍兽进去 然后就将剩下的葱都放进去 搞定之后就可以盖盖 用中火将鱼头焗多1分钟 1分钟之后 这个香喷喷的鱼头就焗起了 为了整碟菜可以再香些 我就会放1茶匙的麻油进去 最后放适量的生粉水进去埋芹之后 这个菜就可以起了 如果你有留意的话 都会发现整条片用了一半的时间 去处理一个买回来很腥的鱼头 但如果认真将这些不好的味清走的话 鱼头煮出来的味道 的而且确可以说是有出面八九成的味道 但就要提提大家 买鱼头就千万不要省少少钱 去买一些切了很久 又或者放在冰上面买的鱼头 如果你用这些鱼头的话 无论你用什么方法 鱼头怎么煮都多多少少会有些腥味 这次就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看 下次再见 如果大家喜欢我这条片的话 麻烦给个like 给我麻烦哥 订阅我的朋友 记得大力点 按住小铃铛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